美国政策台湾解读 华府动态精准掌握 让您看东美国了解华府 掌握天下事 我是张国华 每个星期晚上十点 我在中间全球现场和您见面 总统副手辩论会即将登场 乌奎表示的确已经有初步作战对策 幕僚也将会模拟对手做攻防演练 不过周六才要正式开辩 但是副手已经事先隔空喊话了 林瑞雄说吴敦一是巧言令色之人 吴敦一立刻反击说 他对林瑞雄的电磁波没什么研究 副手辩论会周六才登场 已经先有烟宵味 巧言令色嫌疑人 每个都懂得 古代是写过来 巧言令色没一个是人的嘛 对不对 局长林瑞雄说你巧言令色嫌疑人 还说你这样没有办法跟他辩 我不晓得 因为我对电磁波实在懂得很少 实在懂得很少 林瑞雄批吴敦一是巧言令色之人 吴敦一反击林瑞雄电磁波他没研究 这场辩论会幕僚其实已经先替吴院长做好攻防演练 其中辩论小组成员会扮演媒体对手模拟提问 像是白海豚会转弯 发明无新架可得诺贝尔奖等等 曾引发争议的问题都做好准备 另外声论结变也朝向施政成绩 攻击部分则锁定的是苏家泉农舍风波 绿军的两岸立场反复 还有对林瑞雄的即兴谈话也有因应 甚至还请来邱毅当军师 我们一样会一定会交换意见嘛 呃 我不要害日云睡不着觉啦 但是我会保证苏家泉礼拜六一定溃不成军了 苏家泉则计划采取遵局打篮路线 并且可能对农舍问题来致歉 林瑞雄则强调他在公卫医疗和环保的专业 副手辩论倒数计时 三人都拟定好战略不敢轻敌 总体新闻出现委是上一台北综合报道